外面上可以看到像哪個小的班級牌跟其他學校的不一樣 非常有在小的班級牌是學校的俗信跟學料確定共同討論設計 每個班級牌都有代表的人物 這些人物背後都有它的故事 班級牌的製作主要是因為我們學校買了 應該說在那一年應該是買了全台 在小學端第一台的料集 剛好我們的一文老師跟我們的社會領域的老師 上課的時候發現 我們可不可以把它跟我們的課程相結合 那時候剛好上到的是清朝 所以小朋友就開始去尋找清朝的一些名稱 像廚房就叫做御上房 辦公室就叫軍機處 教室它就有點像走科舉制度的模式 讓孩子在這裡學習有那種步步高盛的那種感覺 也讓孩子看到 因為在做的過程是小朋友自己去搜尋的資料 所以對小朋友而言他會印象很深刻 然後也會對這樣的學習會非常有興趣 蘇生四季之後 用學校有的適比雷射雕刻機來作作 正面如果人物代表之外 另外還有QR Code 可以看到這個人物的故事 背景非常有趣 那QR Code就是我們其實會比較強調說 隨著資訊科技的完備 我們希望小朋友能夠有自主學習的一個能力 其實你只要掃QR Code一進去以後 就是他就有這一個 像我掃軍機處 他就有軍機處的介紹 像在低年級你掃了同聲 他就有同聲的介紹 科舉制度的介紹 就等於說 那孩子是到處都可以學習 只要在蘇林國小 每一個角落都是可以很自主學習的 因為外了身的班機牌 讓校園換人一身 蘇生這麼有創意的 想法在充滿驚喜的校園當中學生 讓學生在到的不僅僅是生外露宿 還開花了另外的頭腦 讓我們來三七個彩虹報道